基隆警方今天下午五点多接过到民众的报案 表示有人在火车站上面流血了 警方派人立刻到现场调院的监视器发现 原来是有两名原本就互相认识的男子 在一起喝酒之后结果起了口角冲突 其中一个人砸碎了酒瓶 就开始对另外一个男子来行凶 从他背后行刺造成对方流血 幸好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逮捕到这名行凶的男子 也查扣了他的犯案用的酒瓶 而全案则是以杀人未遂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